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世榮 早幾天政府向立法會提交 2024年社會工作者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文件以完善社會工作註冊局的管治 確保註冊局時刻以公眾利益為依歸 並出進社工專業有序發展 文件建議社工註冊局成員 將由現在的15人增加至27人 增加委任成員 清晰處理被裁定干犯某些罪行的註冊社工程序 註冊局要負責制定持續進修的要求及框架等等 民建聯認為政府提出的修訂方案 是完善了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管治架構 增加委任成員 亦可以令到註冊局裏面有更多多元的聲音 成員以社工為大多數 繼續維持專業、大共專業 並協助社工服務的對象 可以透過認清問題、尋找方法、改善環境、改變行為 提升能力等過程 逐步解決受助人面對的困難和問題 因此干犯某些罪行的社工 相信市民都難以順任 甚至影響社工在市民心目中的現象 我本人認為 修例後 若被裁定剛犯嚴重罪行的社工 註冊局需要儘快將它們除牌 無需等到下次續牌才處理 相信是有助維持註冊局社工專業形象和局工順利 我們期望 當註冊局完善管治架構後 在維護國家安全作為大前提下 可以加強社工對港區國安法 以及基本法第23條的認識 以維持社會安穩作為比任 社工註冊局改造後 應該繼續以引領社工推動扶貧作弱的初心 把服務市民和公眾利益放在第一位 同時應該更專注於社工專業持續發展 提升社工的專業形象 加強社會公信力 以更好地服務社會大眾 多謝您的收看 我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世榮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